很感激 我是为了你 我一直做sharing的时候 怎么带回这个SantaE 没有 我想讲回SantaE 我是每一次的时候 为什么会从SantaE跳进去日本的时候 我会找不到这个方式讲一句 那每次讲完SantaE讲完的时候 或者空性东西讲完的时候 要进去日本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硬硬来把它转过去这样 所以Google听好像其实不是很舒服的 他们觉得说 他可能就因为他不想要Fight这个日本 他就不要去做SantaE他都不要去做 所以我是因为在肥馆的时候 我一直在讲到底应该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用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发觉到差不多 我所讲的至少98斤的顾客 听了之后都有兴趣的发 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 诶 那我是讲贷的 我是从在三二一那边讲 我讲的 因为我们前面三个月 其实第一个月就可以做完了 所以我就讲第二个月 然后第三个月就来到 已经是14000多了 马币 有没有 新币6000多 所以我就用这三个月的时间 我讲到那边就好 我没有讲到40千那个 可是40千我会提一下 然后用讲来讲40千就够了 因为他们能力不是那么强的 我就跟他们讲40千 因为有的时候讲到40千的时候 有些人不相信 反而他不相信 所以我讲到40千 可是我大概提一下 我那个40千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会问他一个东西 你这14千 你拿到什么 你要拿来做什么 那么有些跟我讲说 我要还债啦 要买车啦 要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东西 然后大多数都会讲到旅行 所以我就会直接 你也是个旅行 如果他们没有提到 我会提你旅行 有些人要哪里旅行 我就会问他们 你们最喜欢去的国家是哪里 有些人讲 意大利啦 澳洲啦 你都不要管啦 你告诉他一个方式 亚洲 应该是大多数人 对 什么事 如果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要不要 所以日本其实差不多是 每一个人很想去 只是因为考虑到 我没有要挪钱 他不要去 尤其是现在 韩区跟自居 这样的游行 是十个年轻 有九个都一定要的 所以他一讲到自居的时候 现在 你那个14千 收住钱 shopping用 shopping用 我不要用你的钱 我送你多一千块钱 然后我就跟他讲日本 我讲日本 讲完了之后 我就把他拿一张纸出来 我就画 九月十月十一十二一二 六个月 六个月 所以有九的 我马上就发他来 你这个就是要做完那三个月的工具 马上去拿三千块块 那你什么三年 因为你就是找三个要做的人 对不对 你那意思是说 他一讲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三个月里面 总说整一个月 是 因为是这样嘛 你第一个月你叫他说 找三个人 在ABC 我就跟他讲 来里面A 你有个朋友 谁来给我知道名字 大概 我的朋友就叫 要制 哦要制 好 打一个比方这些要制 我今天我跟他讲了 他有兴趣 他会被等到下个月 他不会的 要制马上他就找他那个人 他就马上找他AE 那我再去讲 可能是多一两天 我再去跟AE的那个人讲的时候 那AE可能就马上就介绍三个人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 如果再下去可能拍不够时间 可是这一边基本上 你已经第一个月里面 抓到三千块 加拿到四十多块钱 所以我讲说你这样做的话 下面ABC那三个人要做的吗 还有看到下面那么多了 开始出来 我几个星期里面 所以那三个人第二个人 他一定会上去 三个人不要讲他全部做到 两个人做到就好 你只要这样做 每个月里面前十个月 你都是两个人 你都还是要拿一张 你拿一张票 你不要讲多 你每一个月只赞 三千块就好了 就好像第一个月这样多了 六个月你是十八千 再加上这个飞机会 大概得到六七千块 你总共就拿二十五千块 不用花你自己的钱 还赚你 八千块把很多东西 十八千拿来 那边就十八千了 所以我平常那个先生是这样的 他自己要做 他下面就有一个是他妈妈 一个是他姐姐要做 所以我就 直接告诉他一个东西 如果一个人是拿三千块 六个月都一样 一个月你就拿九千了 是吧 三个人 三个人嘛 九千 九六 五十四 就五十四千了 五十四千 如果这次 下面两个人又拿到飞机票的话 五十四千加三个飞机票 要不要 所以我跟他讲完这些东西 他还跟我讲 如果我发不到的话 我自己买飞机票 他跟着你们需要不要 可以吗 意思代表就是说 他是有兴趣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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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说 之前一直想说 讲完三个月之后 要再带出去日本的时候 我带不进 到时候 哎呀 大多数都会告诉你 很难的啦 不难的啦 可是当这样带过来 他们感觉 他是有一个link的 所以找到一个问题 就是 从十四千那边下手 问他们 你们这个要拿来做什么 这样有没有遇到 你讲了之后 他们还是 没有反应 有啊 有啊 刚才有一个 你讲不下去了 找不下去了 因为如果想到别人 你讲到十四千那边 他还说什么 然后有一点质疑 你就问 买车 还下去不行 不行 总之你就是跟他点头 不行 你最想去哪里 他其实没有讲日本 你都想办法把他抖进去 日本的话ok嘛 把他进去 所以刚才我建立一个 在Novena那边 我建立了 他听完整个东西 他上到一点上去而已 他只讲 因为他本身是在澳洲 读financial management 所以他是一个 一年多的时间 是完全读MLM 所以他对MLM的东西 是很清楚 所以 就好像那个 上班的 晚上的读MLM 所以他对这个公司 很清楚的时候 他跟他讲到 他就确实坦白说 你要跟我说 我没有兴趣 可是我兴趣是吧 嗯 你不用做 你找人给我 你负责去玩 我办好的 你日本是用什么讲 用那个slide讲 那本ERB 哦 新那个 ERB那本很好讲 对对对 因为那个第一面 你就会跟他讲到说 这种公司会这样好 你先跟他讲 前面那边的东西 公司的时候有产品 他在公司上的答案 你从那边玩的时候 你就想说 这些人一直管 把艺品是拿的 那边都可以用 那个东西 玩了之后 那边就难了 你看到那边 已经差不多180个 都是新的 嗯 我觉得那一本ERB 这一期的ERB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嗯 好 好 就此结束 谢谢